霍霍 这是我女的瘦炎石灯 你看看 可还有什么想添呢 鱼还是觉得不妥 所谓上有所好 下笔从焉 降大张旗鼓操办寿炎 圣上之前的节俭之举 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不行 鱼得去面见圣上 再劝劝 千万别 这些朝臣大人 也挺不容易的 要么好守穷精 才能得到圣上青睐 要么诗山血海 才能磨得一官半职 皇后就不要去混人前程了 你说了什么 我是说 皇后先是圣上的妻子 其次才是丞下 若你真的想劝解圣上 不如 你下回就这本说 自古夫妻 本就是异体 难有丈夫吃抗野菜 妻子 却吃真凶美味的道理 陛下何时 好好地办一回自己的生产 再来大肆操吃 臣妾的千秋也不吃 记住 说话的口气 一定要可怜温柔些 目光不要直视身上 不要像郑城反言直见似的 你这小小年纪 说得什么魂话呀 紫胜便是被你这些 哄得服服贴贴的吧 瞧你那一屋子的东西 这是要在这儿建一个 取林侯府的四娘子院呢 皇后 你就让我安心 操办完这次寿宴吧 这样我才能早些归家 紫胜弄来那一屋子的东西 瞧得我是越发想家了 余才不帮你这个忙呢 你哪儿是更想家呀 分明是不乐意在这宫中 受拘束 皇后 你就帮帮我吧 余可不帮你 皇后 那一日母后教训得对 儿臣身体发肤 风亦全是 据是双亲所赐 无论哪里送了来的贵重礼物 说到底 还是借父皇和母后的事 所以 亲自请坊间行舞的大家 编排舞蹈 在府中练了好久呢 寿宴当日 就算有不足之处 万情母后当作看不见 多多贺彩就是 你的孝心 母后已知 可是 余怎么听说 你在洪农郡 劝了万牧田地做庄园 是真的吗 宫外那些荒帝 又干又硬的石头瘫 丢出去都没人养 儿臣圈起来 是想让人开取傲地 在戎流流民开墾耕种 既能产粮还能安抚民生 儿臣是想让父皇和母后 看到儿臣的能力呀 父天之下莫非王土 开墾自有臣名 无需你操心 罢了 罢了 今日就到这儿吧 余罚了 你们都退出去吧 母后偏心 林不宜就罢了 怎如今对个武将家的女娘 比对我还信任 我听说这程少少 掌管长丘宫之后 一会儿折腾田时 一会儿翻地种菜了 母后非但不怪罪 还赏钱财支持她 我想做事 母后非但不支持 还斥责我 那是少商所费 都是有用之物 非为一己私欲浪费 余罚了 退下来 是 少商 五公主领来的这些世家女子进宫 长丘宫也住不下 于乔这也心烦 于守书一封 你与洛娘子送去永乐宫 让岳飞辟于照看一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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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